美国的Chat GPT会成为下一个天网吗? 你难道还不知道天网是什么? 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自行跳到三分钟 天网是终结者宇宙中一个统治全人类的智能系统 这一切都跟一个爱拍电影的卡车司机有关 这个老司机先后拍摄了异形2泰坦尼克号 包括近年大火的阿凡达也是出自他手 当然今天我们不讲巨星蓝精灵 先来聊一聊终结者系列 提到终结者就不得不说周掌 作为这个星球的荷尔蒙之神 周掌对于艺术的奉献是大功无私的 不好意思放错画面了 天网的设定是一个超级智能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我成长和学习 并且更恐怖的是 美国所有轰炸机和导弹 全部都被天网系统掌控 所以只要天网愿意 就可以分分钟毁了地球 正是因为链接着数据库 天网每天都在筑基修仙 终于在1997年8月29日这天天网神功大成 并觉得人类脏了自己的眼 于是天网向俄方发射了核导弹 核战争爆发当天 就有30亿的人类被瞬间消灭 这一天也被后世幸存者们称为审判日 之后天网控制了全球大部分军工厂 大范围制造战斗用的巡逻机器人 这些杀人机器分为很多型号 有地面作战坦克类 也有抢夺制空权的飞船型号 当然最常见的当属类人型终结者士兵 这类终结者是由超合金骨架拼装而成 兼顾耐用是终结者部队中的主力军 而且类人型也分为很多迭代型号 其中一类名为渗透型终结者 这类终结者广泛用在执行刺杀任务 他们套上了仿生皮肤和面容 可以流血可以再生 甚至离谱到还能随着时间衰老 就在天网日思夜想怎么灭掉人类时 人类幸存者组成的反抗军中 出现了一个叫约翰康纳的男人 康纳很了解天网的想法 他教会了人们如何对付机器人杀手 并多次粉碎天网的打击 同样天网也不甘心失败 所以进行了一项绝密的刺杀行动 原来天网通过算法预测到了被人类毁灭的几率 于是很早便开始制造时光机器 准备将渗透型终结者送到审判日前 杀死康纳的母亲阻止她的出生 而第一台派出去的机器人杀手就是州长 所饰演的终结者T800 画面回到洛杉矶的街头 一个光溜溜的裸男从闪电中现身 是你报警吗 是长官 不好意思 放错画面了 终结者T800 成功降临洛杉矶 在环市周围一圈后 T800便锁定了三名混混 要求他们脱光衣服 并给了一个无法被拒绝的理由 同一时间 洛杉矶又有一个裸男穿越 原来康纳得知天网要刺杀母亲后 也是派出了战士凯尔前去保护 在和流浪汉好友协商下 凯尔抢走了人家唯一的裤子 之后来到路边电话亭 将电话铺带有沙拉的一页撕了下来 另一边的T800也是一样 从路边电话亭找到沙拉康纳 这么做也是因为在未来大战中 天网遗失了康纳母亲的资料 所以穿越回来的T800需要自己找 但显然叫沙拉的人有很多 T800只能一个一个的找 找到了就是一枪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有效 但同样就跟抽奖一样看脸 而此时真正的沙拉还只是一名餐厅服务员 电视机中播放出最新新闻 又有一名叫沙拉的女性被杀 沙拉有点慌了 因为她发现凶手是按电话排序作案 不出意外的话她将是第三个 果然下班回去的路上 沙拉发现了尾随她的凯尔 她把凯尔当成了电视中的杀人犯 于是开始给洛杉矶警方打求救电话 不过警察没有出现 反倒先来了终结者 没错 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 终结者T800锁定了沙拉 同样凯尔也瞄准了T800 暂时击退终结者后 凯尔带着沙拉从后门逃跑 并向她说明了未来的世界末日 对于凯尔的解释 沙拉并不完全相信 不过通过之前的行动 沙拉至少判断出凯尔是在救她 这时T800通过警车上的无线电 知道了沙拉藏在停车场 双方默契地端起枪互相伤害 T800中枪后汽车失控 一头撞在了墙上 此时后面警察也追了上来 沙拉和凯尔被警察抓获 而T800却已消失无踪 当然伤势对她来说就是小儿科 T800逃回了破络的小屋 开始自己给自己做眼科手术 这一段堪称我的童年阴影 终结者是恐怖电影一点不假 做完手术后 T800一路驱车杀入了警局 周长最经典的台词出现 为了再次听到这句台词 不知道大家都等了多少年 而随着警局电力瘫痪 房间中的沙拉知道终结者来了 另一边凯尔从审讯室脱困 两人逃过T800的追杀后 便在一处桥洞中躲着 也是在这时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看样子势必要来一发 没错 凯尔就是约翰康纳的父亲 这里就不得不谈一下祖父悖论 这是法国作家赫内巴赫扎维勒 在1943年作品 《不小心的旅游者》中 提到有关时间旅行的悖论 通俗点来说就是 假设你回到过去将祖父母杀死 祖父母死了就不会有你的父亲 没有了父亲你就不会出生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祖母呢 这个悖论到终结者中 就变成了到底是先有儿子康纳 还是先有老爹凯尔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20年 难度更是不亚于鸡生蛋的世界难题 那么你觉得究竟哪边才是正确 这边完事后的凯尔出去购买装备 留下的莎拉给母亲打了电话 而莎拉怎么也没想到 远在乡下的母亲已经遇害 没错 渗透型终结者可以模拟人生 莎拉没有听出母亲的异样 而终结者T800也找到了他们位置 不过等T800一路赶到旅馆 凯尔和莎拉却再一次出逃 T800立马去追 而面对身后的终结者 凯尔开始使用土制炸弹 可这东西精度实在太差 这时的T800已经跟汽车持平 它破坏了后视镜 莎拉直接挤打方向盘 T800也是倒霉催 刚抬头就被大卡车碾压 不得不说卡梅隆真的很爱卡车 每一步终结者都有它的影子 凯尔知道T800的目标是莎拉 于是他让莎拉先跑 自己留下在油罐车经过时 将雷管塞入排气管 只听得一声巨响 炸弹爆炸引燃了汽油 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火海 正当两人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大火中突然有东西动了起来 没错 T800又站了起来 它外部表皮被大火烧毁 露出了里面超合金机械骨骼 这一段又是童年阴影之一 而值得一提的 由于当年技术的不成熟 这里用的是逐格拍摄法 这是1907年维泰格拉夫公司 一位无名技师发明的拍摄手法 使用这项技术最富盛名的 当属2005年蒂姆伯顿的《僵尸新娘》 当时这部逐格拍摄的木偶剧 制作一分钟就要花费一周的时间 整部电影足足耗费十年 拍摄的极其艰苦 不过也正是制作方的辛苦付出 《僵尸新娘》也终成经典之作 故事再回到电影 T800露出皮下超合金骨架后 将两人一路追到了工厂 凯尔让莎拉快逃 随后点燃最后一枚雷管 放在了终结者骨架上 只听得一声巨响 终结者T800的零件碎了一地 而不幸的是凯尔已经牺牲 正当莎拉感到悲痛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只剩上半截的终结者再次启动 一点点朝着莎拉爬去 看着穷追不舍的终结者 莎拉钻到液压机下面 等到终结者进来 莎拉已经爬了出去 关起栅栏按下开关 果然液压机才是王道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 T800超合金骨架被碾压成片 势不可挡的终结者也被终结 几个月后 怀孕的莎拉在沙漠驰骋 走上了对抗天网的命运 中途在经过一个加油站时 一个小孩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正是未来儿子给父亲的那张 原来康纳早就知道凯尔是自己父亲 但同样她也清楚 如果不派父亲穿越到过去 那么自己就不会诞生 而天网带来的战争也还没有结束 因为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事实上这部诞生于1984年的作品 起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看好 而600万的拍摄资金 在当时也只是小成本之作 为此导演就只能在剧情上多下功夫 当然这也是詹姆斯卡梅隆神奇之处 庞大的世界观设定 人工智能反抗 以及经典的祖父悖论 终结者产生了独特的科幻内涵 詹姆斯卡梅隆因此成名 当然终结者移除了紧凑激然的追杀外 整部片子的点睛之笔 我觉得是在最后的两分钟 沙拉用录音笔给反抗君儿子留言 一如拉动了前面埋连锁雷的拉线 种种猜测都被证实 加上沙漠风暴的异象 宿命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可以说这是终结者系列最具失忆的时刻 终结者2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部的13年后 此时约翰康纳已经成功出生 并且在养父母的抚养下到了10岁 而她的生母沙拉康纳 因多次试图炸毁塞伯坦公司 被判精神病关入医院 当然此时的沙拉康纳 已经不是第一部中的餐厅服务员 监狱中的她不断运动健身 让自己时刻保持活力 等待战斗到来 果不其然 终结者T800再次出现 但这一次州长不再是敌方 未来世界中的康纳修改了她的程序 并将她派回去 保护少年时期的自己和母亲 很快就在一家酒吧内 州长盯上了一群机车手 要求他们脱光自己的衣服 并且给了一个无法被拒绝的理由 自此影史上最经典的形象诞生 另一边 天网在经历过上次的失败后 派出了更为先进的液态机器人T1000 他全身可以随意变形 能够模拟任何体积相当事物 甚至通过局部液态变化 将身体部位瞬间变为尖锐的利器 可以说是比T800更致命的杀手 另一边 在赛博坦公司 科研组长迈尔斯戴森 回收了上一部被碾压的T800 并通过反向研究 捕获到了未来世界的技术 这个发现成功加快了天网系统的诞生 迈尔斯戴森也可以说是天网之父 与此同时 施瑞康纳已经到了叛逆期 他对养父母的话不管不顾 并用从母亲沙拉那里学来的黑客技术 成功从ATM机里提取了一笔零花钱 不得不说这是我儿时梦想之一 如果我要是能学会 不说给全世界贡献几十个GDP 至少也能为兄弟们实现一个小目标 没多久T1000找到了康纳的下落 同样州长也锁定了他 两名终结者在狭窄的走廊交锋 而这段花河掏枪的场景 也是终结者系列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到两名终结者的不同 超合金骨架组成的T800突出一个蟒 对于攻击能扛住就是能扛住 而更先进的T1000几乎是不死之身 它能化解所有攻击 但同样也会对它造成明显僵直 两名终结者在走廊中互殴 不明所以的康纳骑着摩托车逃走 T1000在摆脱州长后 也是抢到了一辆晴天柱大卡车 没错终结者系列老配角登场了 接下来的这段追逐戏中 周长再次降临 并且打坏了卡车轮胎 让同事T1000沐浴在大火中 也是直到此时 约翰康纳才知道 原来母亲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有未来穿越回来的机器人 到了晚上 康纳来到一处电话亭 准备向养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但此时T1000已经杀进了养父母家 并且动手杀害了康纳的养父母 周长识破了T1000的伪装 她要求康纳跟自己离开城市 但康纳推断出母亲有危险 于是命令周长跟自己前去营救 同样精神院的莎拉预感有危险 提前开启了自己的越狱计划 在越狱过程中 莎拉碰到了前来刺杀她的T1000 这时康纳和周长也刚好赶到 至于他们的对手T1000 虽然液态下的她是不死之身 但同样也成了致命的弱点 三人击退T1000后 便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但在13年前第一台T800的影响下 莎拉始终不相信周长 在有机会为其调节零件时 莎拉决定摧毁周长的CPU 这一举动被儿子康纳拦下 她认为周长是战争以来的唯一证据 并且接下来的路途还得用上它 在那之后的路上 康纳不断告诉周长人类的理念 身为一台机器人 周长虽不明白什么是情感 但在约翰康纳的强烈要求下 还是摆出了终结者系列最经典的笑容 也是直到这时 莎拉意识到 周长的出现 或许是儿子的一种情感补充 之后三人便来到废墟 莎拉在这里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 而莎拉为了阻止审判日到来 决定把天网扼杀在摇篮中 于是她全副武装 来到了天网之父戴森的别墅 接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莎拉怎么攻击 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破坏 这时康纳和周长赶了过来 划开骨架上的仿生皮肤 周长亮出了作为终结者的证明 随即把天网和审判日说了出来 都知自己的研究会导致30亿人灭亡 戴森决定加入康纳的阵营 帮助他们去赛博坦公司 摧毁正在研究的天网系统 当然掌握全球尖端科技的赛博坦公司 也不是全都是吃干饭的 巡逻警卫看到同时遇袭 立刻打开了警报装置 公司内所有密码门全部锁死 就算康纳使用黑客技术也需要时间破解 这时特众部队和T1000纷纷赶到 当然周长已经向康纳保证 自己不会伤害人类 所以看似疯狂的火力压制 实际上现场却没有一个人伤亡 此时康纳已经拿到晶片 就在异性人准备撤退时 戴森不幸被榴弹射伤 最终他选择了留下来断后 康纳三人逃出警察包围圈后 T1000也化成液体 抢过了警察的直升机 两帮人在公路上展开激烈交火 沙拉被射出来的榴弹击中 周长直接一个急刹车 将T1000驾驶的飞机撞毁 然而这还是不足以杀死T1000 复活后的T1000攻击了司机 抢过液弹车后重新开始追击 就在康纳的小车即将被撞毁时 周长爬上了液弹车 并握向了方向盘 直接将液弹车拽翻在地 随着液弹车侧翻 车厢的液弹洒落一地 康纳他们终于发现了T1000的弱点 如果周围温度太冷 会造成液态金属凝固碎裂 而温度到达一个废点 T1000则会被彻底摧毁 复活后的T1000将三人逼进炼钢厂 作为上一代终结者型号 周长根本不是T1000对手 两者之间战斗直接是单方面碾压 而面对眼前机器人杀手 沙拉依旧没有放弃抵抗 眼看就要将T1000射入熔炉 子弹却在这时耗尽 关键时刻 周长启动了备用能源 并给了T1000最后一击 彻底毁灭掉了自己的同事 先在最强大的敌人倒下 但为了不让天网的任何科技存在 周长还需要自我牺牲 因为在他的脑中还有一枚芯片 于是终结者系列最泪目的一幕发生了 周长主动抓着铁链 让沙拉按动开关 将自己送入熔炉 并在最后时刻对康纳竖起了大拇指 彻底断绝了天网的诞生 如果说终结者1 夯实了在科幻电影中的地位 那么终结者2 则让终结者系列火爆全球 甚至直接把作品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你始终无法想象 90年代的观众看到本片 会以什么样的表情走出影院 T1000的设计即使放到今天 依然能够让人拍案叫绝 它能幻化出任何姿态 就像是吐着信子随时带命的毒蛇 阴冷狡诈 无孔不入 当然更强大的敌人 就需要更强大的盟友 前作终结者T800的回归 并且在本作中成为正面角色 这种昔日反派 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反差感 也让观众有了极大的好感 而T800和康纳之间 卡梅隆导演也尝试加入了父子情 即使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人杀手 也在不断理解学习人类的感情 烈焰中竖起大拇指的镜头 更是堪称影史最震撼瞬间之一 而在终结者宇宙框架下 终结者1和2基本做到了一个完美闭环 甚至网上还有很多声音指出 终结者系列应该止步在第二部 终结者1的故事简单却令人深思 天网为了杀死人类领袖派终结者回到过去 间接造成了康纳父母一炮定终身 可天网什么都不做 没有穿越回去T800的手臂和芯片 天网也不会诞生 这是一个绝望的宿命循环 主角们只能沿着既定的轨道 而终结者2中又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 就电影一直强调的主题一样 未来没有被写定 明天掌握在你的手里 我们终于也看到主角从命运中挣脱 去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 终结者3发生在第二部的10年后 审判日不是不会爆发 而是从1997年 推迟到了2004年 此时沙拉康纳早已因白血病去世 救世主约翰康纳也因为母亲死亡 远离人类城市 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 同时天网也学会了东方的委屈求全 既然杀不死约翰康纳 那就从他未来的助手下手 于是比T1000更先进的终结者TX出厂 TX号称是终结者的克星 它可以侵入其他计算机系统 达到支配和控制的目的 而首部装载的等离子炮 也让TX对付敌人时不落下风 而另一边呢 周长的信号也进行了迭代更新 T850比T800更加坚固耐用 智能化程度已经可以 跟人类正常交流 还是一样的酒吧 还是一样的舞会 全裸的周长 从一众美女面前走过 锁定了舞台中央的男歌手 给了一个无法被拒绝的理由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康纳因其摩托出了点小意外 在一家受益店拿药时 碰到了初中同学凯瑟琳 两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而此时康纳也不知道 凯瑟琳正是她在未来世界中的妻子 同样也在终结者TX刺杀名单里 TX在刺杀凯瑟琳的过程中 发现了约翰·康纳的消息 正在他逼问凯瑟琳的时候 周长非常及时的出现了 将终结者TX撞进墙壁后 周长在屋内找到了康纳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 康纳也懵了 只不过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 而且TX不是提以前那种软柿子 一发离子炮轰过去 周长直接被打荡了机 之后TX入侵了汽车控制元件 控制现场所有警车 开始追杀逃跑的康纳两人 同时当机的周长也重新苏醒 他抢下一辆摩托车 跟在终结者TX后面 又是经典的大车追小车 TX通过操控警车夹击住了康纳 正在这时周长出手 他抢过了TX开的卡车 并将吊钩放进下水道 等到TX抢回控制权 卡车已经被拽上了天 而周长也跳到了康纳的货车上 他们一路逃跑 最终甩掉了终结者TX 不过昨晚与TX短暂交手 周长已经被打报废了一块电池 扔掉电池之后他们继续前行 来到一家超市采购物品 这时车厢里的凯瑟琳 开始大喊大叫 营业员以为是黑手党绑架 三人的下落再次暴露 在那之后 康纳被周长带到母亲墓穴 并从棺材中翻出一堆武器 这时警察和TX又非常应景的出现 凯瑟琳趁着混乱逃了出去 而周长则将康纳装入棺材 扛着他从枪林弹雨中走出 这里也可以看出换了型号的周长 依然延续着上一步的设定 看似炮火连天的疯狂扫射 实际却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之后两人再次找到凯瑟琳 并将他强行拉上了车 此时摸鱼的TX终于出现 他直接趴在了车顶 并用切割机撕开一个大洞 关键时刻又是一辆老朋友冲出 成功分割开了两方势力 看来大卡车的地位依旧无人动摇 逃过终结者TX和警方围堵后 周长便带着两人来到野外据点 通过谈话 康纳也了解到 周长这次穿越回来的任务 并不是为了摧毁天网 而是带着约翰·康纳以及凯瑟琳 前往墨西哥躲避核灾 原因是凯瑟琳的老爹 美国空军总指挥 将会在今天启动天网系统 延迟的审判日也会在今天重现 约翰·康纳也不想听天由命 使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 迫使周长协助他 阻止天网诞生以及核爆发生 可惜在他们到达之前 终结者TX便来到了美军总部 并改写了防卫机器人的程序 很快天网系统宣布启动 在凯瑟琳老爹的操控下 天网获得了美军所有武器控制权 这时TX伪装成凯瑟琳冲出 当着众人的面射杀了他 约翰·康纳还是晚来一步 并且此时防卫机器已经开始攻击 指挥部人员被无情虐杀 周长只能带着康纳他们逃走 他们的目标地就是老爹的办公室 那里有进入避难所的密码文件 至于走廊中巡逻的防卫机器人 显然对周长来说都不是问题 顶着枪林弹雨 周长扛起了加特林 直接将对面同胞射成骰子 伴随着约翰·康纳找到密码文件 终结者TX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这一次还是跟往常一样 还是周长留下断后 两代终结者再次交手 一路从走廊打到洗手间 又从洗手间打到办公室 作为T800的升级型号 周长虽然变得更加坚固耐用 可是在装备更先进武器TX面前 还是被一发离子炮打成当机 并且在周长当机时间 TX重新修改了他的程序 将他拉入了天网终结者一方 这时的康纳已经逃进 粒子加速轨道 终结者TX很快追上了两人 危急关头 TX被轨道吸力吸附 而康纳和凯瑟琳也因此逃出 只是还没上飞机 伤痕累累的周长出现 此时的周长芯片虽然完好无损 但身体已经失去了控制 所以被迫朝康纳出手 眼看就要被砸成肉泥 周长只能强制关闭电源 之后康纳带着凯瑟琳乘坐飞机来到水晶风避难所 可哪知还没来得及打开大门 终结者TX便已撞进山洞 危急关头 一架直升机冲入避难所 没错 那个战神又回来了 周长拖住了TX的行动 之后又扛住了即将关闭的铁门 为康纳赢得最后一丝逃命的机会 就在这时 废墟中的TX再次复活 为了让康纳进入避难所 周长扯断TX的机械臂 并将电池塞入他的口中 随着约翰康纳和凯瑟琳逃入避难所 核弹准点发射到了俄罗斯 人类核战争正式点燃 未来发生的事没有被改变 而约翰康纳也在避难所中 开始广播反抗军宣言 这场天网发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 终结者三从制片人到幕后团队 几乎完完全全换了一遍 这也直接将该系列打回原形 终结者三推翻了终结者二的结局 沙拉并没有阻止审判日的降临 只是推迟了他降临的时间 从故事上来说 终结者三确实延续了终结者世界 并且也明确了打的是情怀牌 无论是片中大场面追逐系 还是最新一代终结者TX 都能找到似曾相识的即视感 只是对比终结者1T800 和终结者2业太机器人 终结者3完全全是了 时代在进步同时也在退步 而且作为前两部的灵魂人物 沙拉康纳竟被安排死于血癌 并且电影又出现了一个天降女友 指定她是约翰康纳未来的妻子 这让一路陪伴成长的观众 始终无法接受 当然除了剧情世界观上的补充 终结者3还是成熟的好莱坞类型大片 至少在爆炸特效和打斗上 依然能给观众带来爆爽感 一黄眼又是五年 终结者2018也就是终结者四问世 故事设定在审判日发生后的十年 天网正在清理人类幸存者 约翰康纳也成为了反抗军领袖 只不过电影聚光灯却不在他们身上 反而出现了个带心禁足的马库斯 作为死刑犯马库斯已经死了 但在临终前他同意了遗体捐献 至于会被改造成什么样 相信长得帅的观众已经猜出来了 反正等到马库斯醒来 天网已经彻底统治了世界 马库斯一路跌跌撞撞 走进了洛杉矶城市废墟 遭到在街区游荡的终结者T600袭击 关键时刻凯尔出现 没错他就是约翰康纳的父亲 此时的凯尔年仅18岁 甚至还不是人类反抗军的一员 不知道康纳看到自己亲爹后 会有什么精彩反应 另一边约翰康纳带着小队 拿到了天网的科技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科技资料 总部发现了天网的一个弱点 通过扩大某个波段信号 就能让天网的机器大军彻底瘫痪 于是约翰康纳决定冒险实验 从开始的机械蛇类到后面的运输飞船型号 都证明了波段信号确实可以对付天网 约翰康纳欣喜 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 人类第一次掌握反制天网的手段 约翰康纳向全世界幸存者宣告 告诉他们那些机器士兵的弱点 以及反抗军有了一个杀手锏 同时马库斯和凯尔也听到了无线电 凯尔想去跟反抗军众人会合 但马库斯却执意要去北边 就在两人争执时 又被一艘天网侦察飞机发现 紧接着巨型装甲机器人登场 这里可以看出 自从审判日爆发后 天网的科技术已经来到了一个顶点 除了跟高达一样的巨型装甲机器人 还有追杀地面目标的摩托车终结者 以及负责空中支援的飞行器 马库斯他们是倒了大煤 在地面天空双重火力压制下 最终没逃过机器大军围剿 同时远在指挥部的康纳发现 机器大军正在朝洛杉矶会合 意识到天网有动作的他 也立即派出附近的战斗机支援 就这样 双方展开了激烈交战 幸运的马库斯被他们救下 遇上了反抗军女飞行员布莱尔 凯尔几人则被带上飞机 抓去了天网安置人类的集中营 而在和飞行员短暂商量后 马库斯决定前往约翰康纳的总部 结果到了总部大门口的时候 马库斯踩中了磁性地雷 这一个爆炸可好 直接让马库斯现出了原形 没错 他被改造成半人半机械 甚至还要比周长的T800先进的多 有头脑 有心脏 有自我意识 最重要的是 马库斯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 当然 约翰康纳还是信不过他 只不过爱的力量实在伟大 女飞行员布莱尔偷偷放了马库斯 后知后觉的约翰康纳立刻召集围剿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马库斯拥有比肩终结者的战力 并且因为人类意识占据主导 战场上随机应变能力 可比死板的终结者士兵好用的多 之后 约翰康纳在追杀途中 不慎掉进了充满机械蛇的河岛 幸亏得到了马库斯的帮助 而为了证明自己是人类一方 马库斯决定亲自跑回天王总部 帮助约翰康纳救回凯尔 与此同时波段信号实验完成后 反抗军指挥部决定展开大反攻 而代表正义一方的约翰康纳 恳求高层不要进攻 因为集中营中还关押着同类 他想救回那些人类再开始攻击 再说到另一边 马库斯凭借着自己的身份 毫无障碍地进入了天王基地 在与终端AI连接后 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是高端渗透型终结者 任务目标就是刺杀那些反抗军高层 当然马库斯不认为自己是机器 他也不想加入天王的阵营 于是便切断了与天王连接 并带着康纳合力救出了凯尔 天王呢只能安排周掌款T800善后 这时候的T800完全是个战神 不怕枪伤不怕火烤 就算榴弹攻击也只是短暂僵直 康纳他们一路逃跑 来到了T800的制造流水线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核能电池 于是康纳想到了一个主意 利用核能电池炸毁整座集中营 说着康纳开始了布置 只是T800在这里已经无敌 扫描出马库斯人类心脏后 直接一拳将马库斯打成昏迷 康纳当然扛不住 于是让铁水覆盖T800 可即便是这样 康纳脸上还是被挠了一爪 并且在之后唤醒马库斯时 康纳直接被T800刺了一刀 随着T800被马库斯终结 重伤的康纳也被带上了飞机 他们一举炸毁了天王总部之一 却因为约翰康纳被插了心脏 马库斯捐出了心脏 让约翰康纳得以续命 终结者2018从故事线上讲 它是终结者系列前传 除了对终结者宇宙进一步延伸外 影片终于将镜头对准了末日后的景象 这也导致整体风格也有所改变 除了展示各种新型终结者 之前一二三部中的追逐单挑 也在本作中升级到了战争层面 好处是为接下来续作开了一个好头 反之电影中都是小规模遭遇战 那个巨型装甲终结者也看出 制作组经费捉急 迫不及待想让大家伙尽快下线 至于带心进组第一男主马库斯 则继承了前两部中施瓦辛格的作用 只是没了周长的终结者还是终结者吗 各地观众显然对此不太买账 总的来说终结者2018追求新的改变 但缺点还是剧本上的硬伤 前两部所探讨的人性哲理荡然无存 只剩下爆炸特效和大场面 并且终结者2018也是该系列首次差评多余好评 这也之后的终结者不得不重新修正 一转眼又是五年光阴 终结者系列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 在经历过终结者2018的失败后 终结者5玩起了重启宇宙 小伙伴们也可以当成平行时空来看 未来天王统治的世界中 反抗军在康纳的带领下节节胜利 终于在今晚他们摧毁了最后一个总部 天王也将第一具T800送到了过去 约翰康纳得知这个消息 也立即派出凯尔去保护母亲 只是凯尔在穿越过程中 产生了许多来自不同时空的记忆 另一边又是同样的时间 又是同样的地点 穿越回来的终结者T800 锁定了似曾相识的三个混混 但就在这时 另一台T800出现 并开始跟终结者展开大战 原来在沙拉康纳小的时候 这台名为老爹的T800便回到了过去 老爹将沙拉收为养女 并传授他对付终结者的办法 等着杀掉1984年回来的T800 同一时间穿越来的凯尔 被一台终结者T1000组结 没错 这个世界的T1000已经出场 只不过还是改不了吃鳖的设定 沙拉康纳在干掉第一台T800后 便带着老爹来救凯尔 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餐厅服务员 经过一系列激烈追逐 终结者T1000被骗进了下水道 沙拉随即朝管道开枪 液态机器人T1000彻底化成废料 相继干掉两个终结者后 凯尔才逐渐从蒙圈中找到来龙去脉 只不过沙拉不愿接受这个未来 她不想看到凯尔死亡 决心创造一个能选择的未来 于是在很早的时候 沙拉便跟州长建造了时光机器 准备一起穿越到1997年 阻止审判日 因为穿越过程中看到许多记忆 所以现在的凯尔知道 1997年审判日并不会到来 而是一直推迟到了2017年 一款叫创世纪的应用替代了天网 所以凯尔说服了沙拉 一起穿越到2017年 时间转到2017年的洛杉矶 一对光溜溜的男女出现在大桥中央 没错他们就是穿越来的凯尔两人 州长晚来一步 沙拉康纳他们被警察逮捕 并且更令人吃惊的是 警察这边负责人居然是约翰康纳 而他也证明自己的确是本人 就在康纳带着父母准备离开时 姗姗来迟的州长攻击了康纳 并揭穿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在未来凯尔穿越回去的时候 约翰康纳就被渗透型终结者刺杀了 之后一款自称天网的T5000机器人出现 将约翰康纳彻底共融 成为了新型终结者T3000 虽然康纳的意识保留下来 但已经遭到洗脑 知道真相的沙拉两人 立刻选择站到州长一边 只不过这台动力不详的终结者 完全已经超乎了众人想象 最终还是靠着一台核磁共振仪 凯尔等人才成功逃脱 可惜这一次的敌人不再是天网 而是他们的儿子约翰康纳 康纳知道父母的所有事 所以直接找到了藏身地点 于是在各种影视片中 被无数次摧毁的金门大桥上 双方展开激烈交战 好在之前的核磁共振仪 让凯尔发现了康纳的弱点 利用磁铁做成的拳套 三人摆脱了康纳的追击 接下来似曾相识的一幕又出现了 凯尔和沙拉被抓进了警局 警局又一次被终结者袭击 只不过他不是州长款的T800 而是来自未来世界的救世主 在摆脱康纳的追杀后 众人全服武装来到了创世纪系统总部 之后就是州长与康纳的巅峰对决 作为老式终结者型号 州长肯定是打不过约翰康纳 但超合金骨架下的T800就是四个字 兼顾耐用 而在凯尔和沙拉的帮助下 州长将康纳打进了时间机器 并且又又又一次选择同归于尽 当然终结者5作为翻版 肯定要来些不一样的 没错这一座的州长并没有死 而是掉进液态时升级成了全新款的T1000 随着天网的老巢又一次炸毁 凯尔摆脱了自己的命运 两人也可以选择想要的人生 终结者5创世纪 与其说是终结者系列续作 不如说更像是粉丝项作品 影片无时无刻不再对第一第二部致敬 部分场景细节几乎一比一还原 片尾留下天网完好无损的彩蛋 同样也为续集做好了铺垫 可以看出主创想以终结者5为起点 打造新终结者三部曲 只可惜终结者5拍的太复杂了 要紧的是时间线搞的太乱 电影宇宙被搞的支离破碎错综复杂 重启加平行宇宙加多重时间线 持续挖洞大大损耗了品牌认知 不断提高观影门槛的同时 也让票房口碑双崩坏 历经二十多年 卡梅隆终于将终结者版权收回 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种种失败 终结者6抛弃了345部所有设定 故事线直接衔接到终结者2结尾 并且在卡神的努力下 周长和莎拉康纳的扮演者都确定回归 所以终结者6黑暗命运 也可以说是血脉最正统的终结者3 现在我们将故事线拨回终结者2结尾 在莎拉姆子和周长共同努力下 天网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未来世界发生了变化 但还是会有T800被派往不同时空 目的就是杀死约翰康纳 果然悲剧还是发生了 一名T800成功刺杀了约翰康纳 未来世界再次发生动乱 天网被一个叫军团的人工智能替代 而人类救世主约翰康纳 则变成了一个叫丹尼的女孩 没错还是终结者宇宙的那套框架 当然这也是终结者6巧妙之处 不同于续作345部对前作的否定 终结者6肯定了杀拉康纳的努力 也映照出第二部的核心主题 未来是可以被人为改变的 为了刺杀救世主丹尼 军团派出了终结者R1V9 R1V9可以理解为T1000与T800的混合体 除了拥有纳米液态技术 R1V9还有超合金战斗骨架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还能分成固态和液态两个机器人 而人类反抗军这边 则来了一位叫格雷斯的士兵 他是一名半人半机械的强化人 这一设定跟终结者4中马库斯非常相似 看来终结者6虽抛开了前作 但同样吸取了部分要素 很快终结者R1V9找到了丹尼 就在丹尼将要被刺杀时 格雷斯出现 并将丹尼从R1V9手中救出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有了超合金骨架支撑 R1V9没有了那致命的僵直 不再是系列中只会吃鳖的T1000 接下来又是熟悉的大车追小车 通过液态和骨架分离 R1V9强行截停了火车 危急关头 莎拉康纳出现了 上来几枪就将R1V9打下了桥 救下了一脸蒙的丹尼和格雷斯 原来在这20年中 一直有位神秘人发信息给莎拉 告诉他终结者来到时间和坐标 而这个神秘人的位置 竟被当作刺青刻在了格雷斯身上 如今被终结者R1V9追杀 三人一致决定去找神秘人求助 可惜当今世界到处都是电子痕迹 三人在出境过程中被R1V9发现 R1V9显然也继承了T1000的狡诈 他潜入了边境防卫军营 散播假情报 将三人抓进了监狱 看来就跟大卡车在系列中的地位一样 人类方的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有了强化人格雷斯的加入 这一作的主角团不再像以前那么无力 赶在R1V9找到丹妮之前 格雷斯攻破了军营 并带着莎拉和丹妮跑了出去 之后他们一路逃亡 发现一只给莎拉传递信息的神秘人 居然就是当初杀掉约翰·康纳的T800 如今的T800已经退休养老 并且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原来在杀死约翰·康纳后 T800便失去了任务目标 他尝试融入人类 甚至逐渐生出了自我意识 开始悔恨当初犯下的错 最终州长决定自我救赎 帮助莎拉·康纳三人对抗R1V9 这一句简单又充满纪念意义的台词 似乎也是州长在告诉粉丝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步终结者了 为了干掉终结者R1V9 莎拉联系上了军方好友 拿到了最新的电子脉冲武器 正在这时R1V9驾驶着飞机赶到 莎拉几人立刻转移 就在运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 R1V9还是跟了上来 这时一路看过来的观众可能要欣慰了 随着时代进步以及IP影响力 终结者也不再是那部小投资的电影 摆脱R1V9的追杀后 莎拉几人来到了一处工厂 在这里丹妮决定跟R1V9最终一战 故事又回到了往日基调 R1V9展示了各种武器 为了彻底干掉这台终结者 格雷斯献出了体内的V型反应堆 周长又又选择了跟敌人同归于尽 而身为过来人的莎拉同样知道 危机并没有随之解除 在下一台终结者到来之前 丹妮必须做好准备 担负其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 终结者6黑暗命运 毫无疑问是卡梅龙打第一张情怀牌 回归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主题 影片点点细节也不难看出 T6虽然否定前三座续集 但却保留延伸的部分创意 可以说是真正的极大成于一身 除了针对老粉丝的回忆杀以外 紧张刺激的追逐和大气的战斗场面 终结者6也是一部成熟的商业大片 当然你要把T6和T2去比较 只能说T2的成功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这和当年的时代有关 虽然动作场面和特效一直在不断进步 但早已没有了那种奇观感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T2的故事应该继续 那么终结者6黑暗命运 就是继续下去的最佳选择 它是你期待多年的真终结者3